歡迎收看新台派上線 今晚的節目沒有極限 我們這兩天在聊徐小新 我們發現一個現象 就是北檢對於徐小新收網 是越收越近 而且這個收網是毫不掩飾的 在新聞稿告訴大家 我北檢已經要收網 徐小新過去在4月22號跟5月11號 這個時候當時第一波爆發 他的大姑社詐騙案的時候 北檢其實有說有立案調查 北檢也有說要黑金主來偵犯 可是最近竟然案情升溫了 第一個就是我們這兩天在聊的 徐小新的大姑父說 徐小新社回扣 聲聞等案 北檢說如社不法就會調查 而且檢方說由原檢察官來調查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今天熱騰騰的新聞 我們都知道在這個所謂的詐欺案裡面 裡面有個非常關鍵就是徐小新的100萬 這100萬裡面又涉及到 他的姑姑以及他的婆婆 到底裡面有所謂的房屋的借貸 這個借貸到底有沒有朝代 我們都不知道是個問號 可問題是北檢竟然說 將分案偵判什麼有沒有利用職權炸彈 所以當北檢開始分案調查有沒有炸彈事件的時候 就不是台北富邦的一紙聲明可以搞定 裡面涉及到偽證罪 涉及到公權力的介入 所以對我們看到 徐小新被北檢的網路越說越緊的時候 徐小新聽了命 想用鯊魚理論來脫困 第一個徐小新先咬什麼呢 咬說王玉川啊 阿川有去監聽人民 可是觀眾朋友你想一下 講到現在有沒有拿到任何一個 王玉川監聽人民的資料呢 沒有 有沒有提出任何一份 王玉川監聽人民的證據嗎 沒有 他指評的是王玉川在本電視台的 另外一個節目的脫口而出的一句話 就說王玉川 你一定有中華電信的個資 可當中華電信否認之後呢 徐小新又說了 不是中華電信 是來自於中華電信的子公司 這個子公司叫做四方電信 這個爆料我坦白講 你光是用想的都知道不可能 很簡單 一個人的身穩 一個人的個資在電信公司 那是機密中的機密 不要說子公司了 你公司的機密資料 你隔壁部門的拿得到嗎 如果你連我自己部門的機密資料 隔壁部門都拿不到 隔壁同事都拿不到 你怎麼會說子公司 會有中華電信的機密資料呢 所以中華電信接連打臉徐小新 二類電信不設行動通訊系統服務 徐小新對徐小新來說 最重要是什麼 把媒體的焦點引走 所以今天徐小新又在出招 徐小新公布什麼呢 王玉川兩段式左轉 違規闖紅燈的監視畫面 徐小新說什麼呢 來 接來個輕鬆一點的 比如說有民眾向我檢舉 直擊王玉川在下午1點左右 前往北檢的路上兩度違規啊 違規的話就要繳罰單 違規的話就要祭典 祭典的話就要扣照 這東西我完全沒有意見 可是徐小新犯了一個錯 犯了一個大錯 徐小新在他的配圖上面 配了一張阿川走出一家銀行的照片 王玉川發現他那一天是早上去銀行辦事 中間回了清朴家休息兩個小時 休息兩個小時之後再開車來到台北 我就問哪一個民眾檢舉人 會從他上午在銀行辦事就跟著他 跟到他回家之後 休息兩個小時再出門繼續跟 這不是一般的檢舉達人嗎 徐小新犯了第一個大錯 是公布了王玉川上午在銀行辦案的話 辦事情的畫面 徐小新犯了第二個錯 徐小新忘了 我跟王玉川被中國制裁之後 我們兩個被警政署 被當地的分局列為重點為安對象 如果有不明車輛 如果有不明人是跟蹤我們的話 警政署以及當地的分局 要主動立案調查 所以王玉川今天跑去報案了 王玉川發一篇聲明說 當我被中國制裁後 又鋪天蓋地的抹黑我 盜用電信數據 接著我再遭不明人是跟蹤 徐小新委員再公布我被跟蹤的畫面 這一連串行為已經不能有巧合來形容 目的是為了讓我心生委屈 讓我的人身安全 王玉川說他會去報案 徐小新委員既然說 這是民眾檢舉 王玉川會請警方調閱監視器 確定是民眾檢舉 還是刻意的跟蹤威脅行為 當徐小新指責民進黨在監聽人民的時候 如果王玉川的這一系列畫面 是有計畫的跟蹤 那這才是真正的大事情 這才是真正的侵犯人民的權利 這才是真正的水門案 這才是真正的根堅案 所以王玉川事件會發生什麼呢 我們節目來跟他好好聊下去 進入節目討論之前 下一集要有今天的來賓 第一位是民進黨政党會執政黨 王玉川 阿川你好 大家好 第二位是民進黨立法委員王丁宇 第五位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第三位是資深媒體的王瑞德 瑞德哥你好 大家好 第四位是資深媒體的王思琦 市議員你好 大家好 第五位是資深媒體的看上去 人軍哥你好 大家好 第二位是國民黨討論市議員 黃敬平 敬平哥你好 正好 大家平安 好 進入討論之前 我們現在看一下 徐曉星口口聲聲說 王玉川在監控人民 可是問題是 徐曉星去公布了這一組 王玉川被跟監 被拍照的畫面 徐曉星宣稱是民眾檢舉 可是哪一個民眾 會從上午就跟著王玉川 跟到王玉川回家 等下午繼續跟著王玉川 一路跟著王玉川 好幾個入口 這個到底是民眾檢舉 還是政治跟肩呢 我們看一下相關報導 台車轎不管紅燈停 綠燈行一路直直衝 還有不顧前面都已經紅燈 照樣左轉 這台轎車被直擊 兩度違規 徐曉星把影片PO上網 還喊話天兵再度闖紅燈 違規左轉是你嗎 點名違規人 就是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長 王玉川 如果有這個違規的行為 收到罰單 我就繳罰單 王玉川認違規行為 但也反擊徐曉星 一邊抹黑 說他監控人民 一邊卻用監控手段 跟踪偷拍他 我是覺得這絕對不會是巧合 所以我已經跟警方報案 那要找出 是什麼特定的人士 對我進行這樣的一個監控 王玉川強調 跟拍手段影響人身安全 兩人隔空開港 徐曉星臉書反擊 嚇到列車手的內容 讓王玉川心聲畏懼 但影片當然是民眾檢舉 如果需要他的不在場證明 6月11號下午同一時間 他和辦公室同事開會 還叫了外送 底下網友留言 反應卻很兩極 有人說王玉川壘犯 做了最壞示範 但也有人提醒 徐曉星也曾圍庭怎麼失憶了 是跟騷媽幹嘛拍人家 接下來每一天的移動 對我來說都是充滿恐懼的 2022年陳時中競選 台北市長時 糟蹋四人曝光聚會照 影射是閒豬手 另外徐曉星也曾PO出 前陸委會副主委梁文傑聚會照片 而立委選舉期間 徐曉星報圍庭爭議後 對手徐書華就被檢舉停紅線 跟拍者被揭曉原來是徐曉星本人 狗仔的文化來進行 這個所謂的抹黑戰 這是徐曉星一貫的做法 哭出許淑華發聲 狗仔文化不該被縱容 即便徐曉星堅稱民眾提供 但每逢自己爭議時 就有新圖文釋出 難免被認為時間點太過巧合 瑞德哥徐曉星真的犯錯 徐曉星真的慌了 為什麼 因為北檢對於徐曉星 往越說越近 除了原本講的詐欺案 現在還要查什麼 有沒有所謂職權詐待案 有沒有所謂剛講到 杜秉承講他的什麼什麼收回饋 什麼潛艦身份 現在全部都要查 所以徐曉星拼了命 想要掙脫北檢的這個捆龍索 所以徐曉星先提報說 阿川這個資料是來自 中華電信的子公司四方 接著又公布了 這一組監控錄影帶說 王毅川其實違規著轉 可是問題是 這反而落實了徐曉星 政治跟階一個普通的 王毅川的瑞德哥 任何人都不應該被跟監 對 這是為什麼 在台灣我們有行的自由 那麼也有這個免於恐懼的自由 對 那麼徐曉星犯了一個最嚴重的錯誤是什麼 他去指控王毅川說 你利用哪一家電信公司 是不是在監控人民 對 結果反而你自己PO了一段 反而是在監控王毅川的 相關的開車的動向 對 還有去什麼地方嘛 那你不是監控你說是人民 這個民眾爆料對不對 那我們就現在就查下去嘛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我不知道對方是誰啊 但我知道對方在監控王毅川啊 為什麼 因為你的臉書出現這一張 剛剛這個證號不是講說 王毅川在台灣銀行 這個地方就台灣銀行嘛 台灣銀行這一間嘛 我問你嘛 一般的民眾 他會知道王毅川 第一住什麼地方 第二開什麼車 第三要去哪裡 第四早上去台灣銀行 回到家以後休息兩個小時 我又不小心在路上遇到 對 可以感到這種事 不可能就是有計畫的進行 他知道王毅川的車號 他知道他家 他也跟見他整整一整天 王毅川有跟我沒搞頭 被跟那麼久 上次跟他也只跟到他 紅燈左轉 現在跟到他 又是跟到他紅燈左轉 他目的何在 你可以有很多的說謊 我不管你徐曉欣怎麼講 對 因為PO出的人是你徐曉欣啊 對 剛剛正號講那個重點 台灣被中共國台灣點名 五人 五人 涉嫌被懲處對吧 對 懲戒嘛 那所以我們警政署還列為 不知道總統我都關心 然後警政署都列為重點的 這個安全人員 偉安對象 我怎麼知道跟的人不是共諜 對 我怎麼知道跟的人不是共諜 或者是跟的人不是跟 這個所謂的中共 走得很近的黑道人士 我怎麼知道不是 對啊 這就是王毅川所說的心聲畏懼嘛 是 對不對 那至於跟騷法 跟踪騷擾法有個要件是說 那麼要跟 這個姓有關嘛 你怎麼知道跟踪的人不是暗戀王毅川 也是有可能啊 我問你你怎麼知道不是暗戀王毅川 有可能啊 狂粉 查了以後才知道 我跟你講 沒有查都不知道 查了以後才會知道嘛 所以阿川早去報警 當然要查 警察就得調監視器 就得查 當然要查 不然我怎麼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 查了以後才知道 王毅川犧牲恐懼 我們任何人被人家更多會犧牲恐懼 對 對不對 所以王毅川犧牲恐懼 當然會不會成立恐嚇那是另外一回事 在台北市長選舉的時候 錢貴福部長當時要代表民進黨選 這個台北市長的陳時中 也是一模一樣嘛 對不對 那至於 至於這個 在這個王毅川說要告了以後 徐曉鑫突然間又在他臉書PO一個東西 對 他說啊 這個是民眾爆料啦 不是我跟著嘛 為什麼 我有不在場證明啊 對 為什麼 因為我有叫 我有叫印度風嘎 你到我家 我有坐計程車 所以不在場證明 我做一個比方 因為我跑社會新聞的嘛 對 三四十年了 老記者了嘛 對 黑道大哥要殺人之前 做一件事 先出國 對 為什麼不在場證明啊 對 然後找槍手去把他 砰砰砰 不是不是不是 這個套路我感覺好熟悉 不是 就是徐曉鑫的被王毅川 原本喔 他是很兇喔 在講王毅川 然後調侃他 什麼速度飛快什麼的 可是當王毅川貼出他的臉書說 他要報警之後 徐曉鑫整個人慌了 他貼了他的臉書說 第一個 我有不在場證明 我到時候在家裡點咖哩 第二件事 我在坐計程車 第三件事 我是看2023年上報的報導 確定王毅川是白色B&W 重點來了 所以白色B&W 通通都是王毅川 也沒有啊 因為上報報表馬賽克啊 不是 反正只要白色B&W 都是王毅川 是這個意思嗎 這個套路好熟悉 徐曉鑫只要出包了 就可以亂丟一些奇怪的證據 我用智商157 智商80就知道 什麼事呢 我問你嘛 我問你嘛 民眾怎麼會知道白色B&W裡面的 是王毅川 對啊 我講坦白嘛 用最簡單嘛 用膠頭複製 腳折扁就知道了 對 為什麼一輛車在我前面 我就知道他是王毅川 天啊 林志玲開車在我前面 我都不知道是林志玲啊 不是 他這個說謊了 第一張相片從銀行走出來的 不就已經是王毅川了嗎 是王毅川啊 然後他現在說我是對上上一次媒體報導的白色的B&W 我才知道所以徐老闆的邏輯是我沒有長期跟見王毅川 我是這邊看到王毅川 兩個小時候又巧遇王毅川嘛 所以王定宇講的就要落實我剛剛講的 誰說這個可能跟騷法不會成立 對 他如果不是那麼愛他暗戀他 他幹嘛去跟王毅川到台灣宇航啊 然後等在那邊等兩個小時 王毅川現在還啊 你看他愛慕者太多 所以愛不到就回到你 是這樣嗎 查出來到底是誰嘛 對不對 查出來到底是誰 該怎麼樣遺授法辦 該怎麼樣該怎麼辦就怎麼辦嘛 對 好 那徐曉欣來了 因為徐曉欣把這個事情鬧那麼大了以後呢 結果今天台灣激進又去告這個 又去告徐曉欣 我告訴各位 我在這邊真是很不好意思 為什麼 我本來以為徐曉欣現在大概涉及五個案子左右嘛 還沒有12條 不好意思 最近進度好像已經快到15條 對 為什麼之前不告這個有關於外交部公佈這個立件案 援助烏克蘭嘛 被告這個泄密案嘛 然後包括台灣激進去告他 這個當時大故當那個事情嘛 然後緊接而來對不對 也是跟那個詐欺有關係的啦 那今天去告是不是因為這個週刊報道 這個徐曉欣跟他老公去告人家嘛 對不對 然後現在呢到底有沒有利用職權 到底有沒有炸彈 因為媒體報導是這樣 對 所以呢那麼台灣激進是基於事實 你還不能告他無告 是 因為他基於事實 他不是無中生有 然後呢他去告發嘛 那有關於炸彈有沒有這回事 然後他們所想的那個回扣有沒有這回事 這個東西要去查清楚 是 那除了之外呢 那麼現在他指控這個 等於說王立川 王立川來自沒有 各位不要忘記 還有溫朗東欸 對啊還有溫朗東告徐曉欣欸 真的再多不愁 你知道嗎 那為什麼 因為還有 之前郭喜為了這個人和錢水鼎的事情 去告他一大堆 這算是需要的幾十條欸 繼續告下去的話 他會成為破一個紀錄 台灣中華民國有史以來 當立法委員 2月1號到現在對不對 不到半年 身上官司最多的立法委員 不過我告訴各位 如果是告民事的話 你可以不出庭 或者找律師出庭 對 告刑事的你通通都要親自出庭 是 原告可以不出庭 被告一定要出庭啊 對 所以呢 繼續 徐曉欣繼續這樣惹下去 我覺得王立川這件事情啊 絕對不是你說的 單純一個路人甲路人椅 然後跟著王立川看這輛車 裡面的人遠遠這樣看 我說怎麼看影帶 我說怎麼看 都看不出是王立川 那你要好好解釋 到底是誰 到底是怎麼回事 到底是不是有人花錢雇用 去跟監我們台灣的 政治人物 徐曉欣真的犯了一個天大的錯誤 徐曉欣當然希望可以轉移矯點 希望可以解開北 北 北 對於他的捆龍鎖 所以徐曉欣現在拼人命的 到處攻擊別人嘛 什麼王立川有人家個資 王立川監控人民啊 這是什麼賴清德的電信幫啊 什麼四方電信 有中華電信的這個所謂的機密資料 欸 不好意思 講到現在一個資料都沒拿出來 都是連連看 今天徐曉欣終於死錘 拿出證據 王立川闖紅燈跟違規所長 太離譜了 怎麼可以闖紅燈 怎麼可以違規所長 我等一下問十七姐 好 拿出這個東西的時候 坦白講 你如果只拿後面的畫面都沒事 可是問題是 徐曉欣發你第一個錯 他把上午的照片弄出來 對啊 上午的照片 王立川上午去銀行辦案 桃園的銀行辦案 回到家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出來後 再 對不對 開車 這就不是一般的民眾檢舉 不是檢舉達人喔 是刻意的跟監 才會有這個時間差 這學校已經犯的第一個錯 學校已經犯的第二個錯 他忘了 王立川是中立分局 重點為安可想 沒有錯 因為他被制裁了 任何只要有意識的跟監 中立分局都要主動調查 中立分局就開始掉監事器 而且王立川也說 我已經有心聲畏懼 所以我要尬 我要去報案 那就完了 如果掉出來了 不是普通人 是某某真心業的車牌 是某某真心公司的車牌 哇 那徐曉欣天都要他咧 師兄姐 首先 王立川 你怎麼可以違規左轉 太離譜了 太離譜了 我們剛剛在討論違規祭典 因為 我本人今天也收到一張罰單 太離譜了 太離譜了 公眾人物 有人叫你現在自首 所以 我也收到了 每一個人 我們都收到了 我們剛剛都在討論說 我們大家也收到了 你幾點 你幾點 每一個人都要遵守交通規則 沒錯 好 首先要譴責王立川 可是王立川可能警方還沒告發 按照徐曉欣公布的 抓到的這個影片 證實了 這是有專人跟蹤王立川 對 因為不可能從 去銀行辦事 回家休息 然後再開車到台北 然後這一路上 王立川都被 都被拍照 對 這個 如果不是專人跟蹤的話 不會有這種拍照法 結果他講王立川去監視人民 徐曉欣在手上 有一個監視人民的影片 然後呢 徐曉欣 丟出 他每次丟出來的 所謂證據 其實都無法 為他的清白背書 對 我在吃咖哩 我在叫計程車 就只是 只能夠證明說 你可能不是去拍跟蹤的 那當然不是 所以你徐曉欣 有沒有委託 誰誰誰 去跟蹤王立川 不知道 對 不知道 所以這件事情 就是警方要查的 而且剛剛這個 鄭浩講的對 記不記得 當中國國台辦 懲戒五個人的時候 當天 王立川就接到警政署的電話 對啊 李鄭浩也接到警政署 打來的電話 問他們需不需要隨護 對 然後王立川還250250的說 那以後我 我要再隨後一起去上班嗎 對 還問了這麼蠢的問題 好 那所以也就是說 這五個人被懲戒的人 他們的人身安全 是在警方的 列案的重點保護對象 對 那 警方的重點 保護對象 如今跑去報案 並且已經有畫面證明說 欸 真的有人在跟他欸 警察想不查都難 警察想不查都很難 所以 警察為了要執行他重點 保護對象的安全 勢必死都要把這個 到底誰跟蹤 王立川給查出來 王立川 我再告訴你一個美咖 你知道哪裡 全天下哪裡 監視器最多 哪裡 銀行前面監視器最多啦 外面有 裡面還有從裡面拍到外面的 不是 桃園市有天羅地網計畫 對啊 他們那邊監視器很多 那都是桃園的銀行監視器最多啦 桃園市主張本來就叫天羅地網 外面馬路的跟銀行內部的通通 而且解析度最高 你要幾個鏡頭通通都有 是 所以 要查出誰在跟蹤王立川 這件事情其實是 不困難的 對 因為看起來路程蠻遠的 從青浦到台北 一路上 調監視器 其實都追得到 是誰在跟王立川 對 好啦 那為什麼 這個徐曉星在這個被質疑說 到底是不是你 你為什麼會有這個東西 那你說民眾 提供給你這件事情合不合理 你剛剛已經講過了嘛 你如果是比照之前王立川違規的照片 其實 是馬賽克的 其實是看不清楚的 所以誰能夠證實說 你比了照片之後發現 對 那個車子 就是王立川坐在上面 並且王立川坐在架裡 你一路跟肩 看著王立川上車 你來證明這台車是王立川的 對對對 你怎麼能夠證實車上坐的人 開著車的人 真的是王立川 不然我開車開外辦 前面一個違規左掌 我怎麼知道裡面是王立川 沒錯 那還有第二個 這個疑點是說 因為徐曉星其實不是 不是這個粗犯 他以前 許淑華 陳時中 梁文傑 潘孟安 都有莫名其妙的照片 留到許淑華手裡 因為潘孟安那個跟蹤拍照的人 到底是誰不知道 但是比較確認的是 許淑華的助理 拍許淑華 後來徐曉星的競選辦公室 就把照片 提供了給這個 青藍的粉磚 公佈了這個照片 然後呢 陳時中 因為他拍不到陳時中開車違規 所以就自己在那邊想像出一個 哎呦 下樓梯扶一下就被賢出手 就是看圖說故事 好啦 如果用這樣子的標準來看徐曉星的話 記不記得 當初徐曉星家裡面 外面有路人經過 都要被警察 對齁 都要被警察詢問喔 然後還有一個 松信的居民喔 是被徐曉星用根燒法去提告的喔 對 那個人也不過就是松信居民路過那邊找個好吃的涼麵 然後就被你徐曉星告囉 徐曉星是用根燒法告的喔 那路人經過你家 徐曉星覺得唉呦這件事情太危險了 是根燒法 那如今呢 那如今呢 如今你拿出王毅川的開車的這個沿路的照片的話 那請問你有沒有觸犯什麼樣子的罪 對 麻煩用同樣的標準 面對自己跟面對王毅川 是 十一點說得非常清楚 其實徐曉星今天上午跟下午是兩個態度喔 上午在臉書的時候是非常非常覺得 哇 我終於抓到王毅川把柄了啦 來 今天來個輕鬆一點 比方說有民眾下午監舉 王毅川在六月十一號下午一點左右 要前往北檢 兩度圍規 哇 雲淡風氣啊 下面就一堆人在講王毅川 阿諾阿諾阿諾對不對 可是重點來了 一看就知道不對勁 你怎麼可能從上午監視到下午 所以呢 王毅川他在他的翠 我們等一下讓王毅川來講 在他翠上面直接說 我被中國制裁之後 又被鋪肩蓋墊抹黑 再遭不明人事的跟煎 而且又由徐曉星委員公布我的跟煎畫面 他心生畏懼 他跑去告 結果 當王毅川一發出那個聲明之後 熟悉的徐曉星回來了 什麼叫熟悉的徐曉星 過去那一個月在徐曉星大姑涉詐案的時候 只要遇到最最最難解的問題 你就會看到 徐曉星開始丟一些證據 而且那些證據都不找邊際 而且那些證據看起來都荒誕可笑 譬如說徐曉星就說 不要這樣子啦 我當時是跟我的同事一起在我家裡開會 我們還有訂印度風咖哩專賣店 你怎麼看不懂 今天我們講說有人監控王毅川 有說徐曉星監控王毅川嗎 沒有吧 徐曉星你有必要自己去接個王毅川嗎 不用吧 比如說徐曉星丟了這個資料在他粉專上不夠 還在他賴群如是他媒體賴群如說 你看這是另一張不在場證明 是我搭這個Uber 從家裡到立法院的不在場證明搭車去 我們沒有人將你徐曉星自己去跟肩啊 我們問的是你有沒有請人去跟肩 或是跟肩的那個人跟你有沒有什麼關係嘛對不對 為什麼他那麼緊張呢 甚至說我也是看了2020年上報的報導 看到是同一台B&W同樣開闖紅燈 才確認民眾提供的爆料為真 可是問題是2023年的上報報導我們也找出來啦 那這邊這是王毅川車沒錯 可是車牌是馬賽克的啊 你如果只看到馬賽克車牌 你怎麼確定這台車就是王毅川的車呢 除非你從頭跟到尾嘛 所以阿川你現在變成真的第一個政治跟肩的受害人呢阿川 這個中國把我跟李政浩與北城定為什麼制裁人士之後嘛 那幾天其實我開車都很緊張 因為我都會往後面看 然後每次往後面看都沒有車 我就覺得說自己想太多 自己應該也沒有人會聊我 你的警覺性太低了 對然後就大概過了一兩個月了吧 也沒有兩三個禮拜 中國制裁應該差不多兩三個禮拜 好 那6月11號那天就是我去北檢那天 對 所以呢 所以那個 本節目我請假嘛 你記得吧 那我6月11號去北檢那天我早上去銀行辦了一個事情 那邊 那個銀行距離我家開車大概10分鐘 OK 好那我辦完事 在清浦的家10分鐘 對然後我在清浦 我這個走出來的時間大概是10點半左右 哦 早上10點半 好那我就回家了嘛 因為我開頂是2點半啊 對 那我就想說我1點再出門就好了 好 所以我10點半我就先回家嘛 對 那我回家這個弄一些事情之後 我1點鐘出門 好1點鐘出門 來各位看許小新的臉書說我幾點出門 1點左右 對啊 他拍的影片是幾點 拍的影片是1點多嘛 1點41分 1點47分嘛 對 那我如果1點41分到1點47分出現在這兩個地方 那他怎麼知道我1點鐘出門 對 他怎麼知道我1點鐘出門 對哦 那顯然這個跟我的人 從銀行開始 一路跟 一路跟 那他怎麼會知道我去銀行 他一定是從我家跟出來了嘛 他可能前一夜就在跟了 對 那也許好幾天了 我也不知道 好 然後呢 然後我重點是 他有辦法在那邊撐這麼久耶 就說跟我的人可以撐這麼久 你知道嗎 因為他也不知道我幾點要出門啊 因為我要開庭的時間啊 我告訴各位 連新台派的製作單位都不知道 不知道 我就完全就請假 我要開 我有會要開 對 對 然後那當天一堆人問說 一川哥是不是去熊本玩了 對 對吧 對 這個要這樣講嘛 對不對 好 所以我是覺得說 你這就是有人囂張在幫我對嘛 對 有人囂張在幫我對 好 那囂張在幫我對 我當然會恐懼啊 是 因為我不知道哪一天我真的開車的時候 就像那個電視或什麼 甚至把前後左右圍住啊 對啊 製造假車後 就是撞你啊 把我頭來打 對啊 這個我 我當然會緊張嘛 對 那所以緊張 所以這個事情 我今天下午 這個我就跟中立分局聯絡了嘛 那中立分局他們也算緊張嘛 對 因為一起 因為我是被列為他們 重點為安對象 為安對象嘛 所以他們 應該就啟動相關的這樣的一個一個調查 所以 這個事情其實是這樣 就是說 我是 我可以 各位可以說我是一個公眾人物 因為我在政論節目上 這樣常常出現 那 我的每天的移動 就需要被跟嗎 我每天去哪裡 我幾點去哪裡 對我家出門 去哪裡去哪裡 我需要跟大家報告嗎 我也不用吧 對 那你跟我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你到底想要跟什麼 跟我說2023年的那一個 2023年那個那個報道 他是把我的車號馬賽克 這邊 很清楚 馬賽克掉 這個媒體就把我的車號馬賽克掉 一定要的嘛 那這個 這個在台北市拍到我的那一個 好我講他是民眾好了 他怎麼會知道 而且他是跟 跟了兩個路口 你知道多遠你知道嗎 是從那個民族東路跟到快 然後民權還民生 然後走 反正就跟很遠 你懷疑是同一批人 不是啊就是 那兩個一定是同一個人嘛 對 就是說同一個人該跟那麼遠嘛 好 所以現在呢 對我來說就是 我一定要去找到 找到誰從銀行開始跟我 對 而且這個人 是受誰委託 如果他是單純的狂粉 如果他當然是檢舉達人 看不慣你 或是如果他就是什麼什麼的 就算了 對 如果是真性色的 如果在某某地方上班 可能又跟某某政黨有關係 哇那才是真的落實到監聽人民耶 這很清楚啦 因為我去的地方叫銀行嘛 對 銀行門口一定很多監視器嘛 那我走出來門口是停什麼車 一看就知道了嘛 對 那台車停在那裡 因為從那照片的角度看過去 當時我走出來的時候 停在那裡的 那就是那一台車 然後你動也動的那台車 就那一台了吧 對啦 那那一台車一定有車主 對 如果是租賃車一定有誰租的 對 對吧 那就整個就可以了解 好 那 這個警方應該會協助我把這個是誰 接受誰的委託 到最後 到最後 如果這個 跟拍的這個人啊 他的金流出現問題 如果有金流 那我覺得這個事情就 沒有在善聊 這個就不可能說 算了算了算了 這才是真正的監控人民 可是許小新說他在吃咖哩飯 跟他沒關係 那這個這個更有趣 因為我的臉 我的脆上面完全沒有寫到許小新在跟我 我也不會覺得是許小新在跟我 本人跟沒有這種事 他本人不可能去跟我 跟我幹嘛 所以這個就是 吃飽沒事幹 所以我的 同黨的注意表情管理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說他又不是吃飽沒事做 他正吃著咖哩看監控一下 這個 這個對我來說 譬如說跟我同期的 同期的于北辰 我今天也跟于北辰去上節目 我說于北辰你也要緊張 你不要嚇我 不是啦 我們同期的 李正好你也同期的 等一下 等一下 你不要嚇我 我們時間關係 進一段廣告 回來讓阿川繼續聊 他到底有多委屈